接下来为您播出道德观察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继续收看道德观察世界知识产权日的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跟您聊聊和您离得更近的影视剧方面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话 我们欢迎来自我身边这位著名的编剧和影评人史航先生 欢迎史先生 你好 还有一位法律界的专家 他是来自北京律师协会传媒与新闻出版法律专业委员会的主任任立颖律师 欢迎任律师 你好 先从我们熟悉的一个剧咱们说起 咱们看看下面这个片子的内容 2013年年底 来自《星星的你》 这部尚在首轮播出中的连续剧 在中国引发热潮 在中国某视频网站上 首轮播放的点击量超过了13亿次 创下迄今为止 视频网站韩剧播放的最高记录 同时 来自《星星的你》也面临着各方质疑 韩国漫画家江庆域指责来自《星星的你》 抄袭了自己连载六年的作品《雪姬》 《雪姬》是一位被外星人救治后不老不死的女子 她在400多岁的时候 与一位男演员开始了一场爱情故事 其中容颜不老 重遇初恋的情节类似 《白子星星的你》的编剧 朴志恩表示从未看过这部漫画 根本不可能抄袭 4月15号 熊瑶发表长文向广电总局举报于政抄袭其作品 指出由于政编剧的《公所连城》严重抄袭其著作《梅花烙》 表示自己都被弃病了 但坚持要讨回公道 于政则回应说 熊瑶阿姨是中国言情剧的鼻祖 这次是巧合和误伤 这一事件再次引发讨论 模仿借鉴和抄袭的界限究竟在哪里 每个活起来的影视剧 它可能都会沾惹到这样的官司 或者是口水账吧 它怎么叫抄袭 怎么叫借鉴 那我说所有人 他写的剧本都像莎士比亚的行不行 那你是夸了所有人 我是觉得 来自星星你虽然我没有完整看这个戏 但剧情我知道 我说这个戏其实代表着我们所有男性对女性的一种歉疚 就我们中间没有这么好的人 那么只要说上面有一个 天上掉下来一个 天上掉下一个杜教授 他这种几百年的寿命这种东西 其实西蒙波夫啊 法国作家写的人都是要死的 就是讲这样的故事 所以说有一句俗话说 长生不老是神话 但这种神话是长生不老的 因为大的故事母题 其实是很容易接近的 稍微只换情境 主语 编语 未语 这几个一刀 它就又是一个故事 所以说呢 我觉得说抄袭这个词得特别特别的精确 就是这个量变导致质变 到底有多少重合度 那人力是从您专业的角度分析 得精确到什么程度 多少字 多少章节 我们就可以认定 这不能叫借鉴了 这就是抄袭 借鉴主要是看它所谓抄袭的内容 构成不构成原著的基本内容 还有它实质的相似 因为诅前法 它不是保护思想内容 它保护的是表现的形式 比如抗战剧 什么谍战剧 它这个主题都是这个 但是呢 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 这是其中的一类 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一类的官司 争执 我们可以有专业的委员会 专业的人员来进行评判 但是有一种很明显的这个做法 这可能就是侵权行为了 但是这个侵权呢 作为观众 它一般是察觉不到的 比如我们下面这个片子 要表现的内容 来 作家毕飞宇的小说推拿 展现盲人按摩师 这一群体的喜怒哀乐 曾经获得第八届矛盾文学奖 2013年8月 由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 在央视一套播出反响不俗 此时在市面上出现了两本推拿 一本是毕飞宇的小说 一本是编剧陈平改编的电视剧剧本 于是毕飞宇和人民文学出版社 选择诉讼为权 毕飞宇对他创作的小说 推拿显然是享有著作权的 毕竟是一个很完整的著作权 陈平创作的这个剧本推拿 以及耶森素的小说 是一个改编作品 他实际上是一种从现在的入的权 不经毕飞宇许可 他不能行使 张忠辉是毕飞宇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代理律师 他指出毕飞宇作为甲方 在签订电视剧改编版权合同的时候 曾经明确指出 以方不享有独立出版电视剧 推拿电视小说之权益 作为中国最大的专业文学出版机构 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累计出版图书八千多种 经常遭遇侵权 因为图书品种太多了嘛 你顾不过来 那所以那只好就是抓这个重点产品 抓这个重点作家 贝宿侵权的编剧陈平一直感觉很委屈 他的作品有激情燃烧的岁月 清一等 这次当上被告 他开始研读一些著作权方面的法律法规 作为编剧也好 作为小说作者也好 都要把自己应该了解的著作权的部分吃透了 如果你吃不透 那么就让官司来吃你 毕飞宇将推拿的电视剧改编权 授予了北京中荣影视公司 中荣影视公司又将改编权转卖给河谷川公司 河谷川公司找到编剧陈平合作时 合同中并未明确对电视剧剧版的出版 作出约定 3月19号 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认定陈平西院出版社 侵犯了毕飞宇的著作权 赔偿毕飞宇经济损失5万元 3月27号 双方军队判决结果不满 都表示将继续上诉 这种现象可能在最近几年我们就比较常见了 一个剧火了 一个小说就出来了 就是这个剧是从这小说来 剧代书 对 《辨识记》的剧本 它是来自于原来的小说 你现在作为一个独立的作品来发表 来出版 这是要取得原著作权人同意的 这种观色可不仅出现在他身上 因为你看2009年 叶兆岩老师也告这个剧作方 说马文的战争 新放他的这个著作权 那个是编剧陈同的那个电视剧也很好 对 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电视剧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问题在哪 就是我是编剧 我知道 就是很多剧本出版了 没人看 我得编上小说题 于是叫归入小说类 但是又很少会改名字 比如说我这个小说叫战争与和平 我改变成电视剧 我也不能说这个叫新战争与和平 我就还叫战争与和平 这样可能导致别人以为是那个 是原著 所以它形成一点混淆 这个混淆就你说的 伤害了您的著作权 就原著的 对 容易给 这个我觉得这种 不管是小说作者的著作权 还是编剧作者的著作权 因为他们都是个体 他们要跟一个机构去打官司 他们可能个人要付出的成本 司法成本比较高 所以我很关心一般这类的官司 他们当时诉讼的这个标的 最后能拿到多少 有的可能他起诉上百万 像有的按照甚至上千万 可能最后赔下来大概就是几十万 甚至就是几万 你像马文的战争赔的还算是多一点 三十多万 然后这个必非语 这个呢是赔了是五万 五万这算是多的 我更觉得更是非更鲜明的 马埃农 就哈利波特的议者 他的那个绿山墙的安妮 被人抄击了什么 就你的一本跟我 比对97%相似 那你知道有多少不是的 可能超错了 有3%超错了 这样的一个东西 最后赔多少钱 三万个钱 要是我可能就赌气 我不干这行 太伤自尊了 所以现在是普遍感到 就是说虽然这么多年 咱们国家知识产权 这个保护的力度在加大 但是觉得还是不够 还要再加大 这还是这一类的侵权 就是在法律上 还是能说清楚 只是我们希望法律的内容 更加严厉一些 更有利于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 还有一种 就是更说不清楚了 你很难判断 就从常识很难判断 这算不算是侵权 比如说下面我们要举的这个例子 2014年3月初 随着宋丹丹的一句 演戏不是拍剧本 他和编剧宋芳金之间的对战 愈演愈烈 一名演员的一个说法 之所以演化成改词风波 原因正在于 其戳中了编剧们的集体碰触 从创作上看 编剧应该是影视作品的核心创作力 但在大多数制片人导演员里 编剧的地位 却与他们的作用不大相符 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永不消逝的电波 中安六组三四的编剧于飞告诉我们 他从事编剧工作近20年 作为中国广播电视协会 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的副秘书长 于飞曾经收到过多次编剧的维权申请 在他看来 对剧本的修改权 也是编剧著作权权益的一部分 因为你改是有个方式的 你是让编剧跟你改 一起改 还是你自己随便改 这个权力你要不尊重的话 那你我写个东西 本来这东西写的挺好的 你把他乱改改得特别差 最后还说是我写的 那我就觉得我这个名誉就不好了 有的人因为喜欢宋南丹老师 有的人觉得这个编剧必须被尊重 你看他们都已经多惨了 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分寸的问题了 改台词有的人是为了偷懒 有的人是更勤奋 更现身 偷懒什么的 最大的词我背回来 怎么这么多呢 我就这两句就够了 因为他没时间背词 他在干别的活 去嘎别的戏 这是偷懒的原因 也有的说 本来念这个 我就这么念完就收工了 我一定要写出更好的词 那他是为了这个戏好 那戏好对编剧也好 所以你很难用每个人标准不一样 你很难断掉A方案 是A标准还是B标准 倒是偷懒 还是在勤奋 这里边的这个问题可能就是 它更像艺术创作中不同的理念 不同的方法 这里边跟法律有关系 我觉得还是有点关系 就是助手权法实施条例第十条 它明确规定就是说 助手权人在许可他人 把你的这个作品拍成这个电影 就视为你同意 它进行必要的改动 你这里还有定语 你这还有必要的改动 对必要的改动 后边还有更重要的 就是说 但不得歪曲篡改原作品 必要歪曲原意 这几个词你说能都单独写本书 大化西游对西游记 形不形成歪曲 还是必要的修改 极平文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什么 就说因为这个一切 它是一个不精确的 非数字的话 是文学理解性的东西 这就没有办法 其实我们编剧界 布埃希特有一句话 说得很骄傲 有能力这样改 就有权力这样改 确实是 这个在实践的操作当中 就因为它是艺术类的作品 所以跟每个人的立场 理解 理解的能力都有关系 那它已经成了一个作品之后 还会遇到什么问题 或者是我们刚才说的都是负面的事 坏事 有没有好事 我们看看下面这个篇子 2013年 一家美国公司购买了中国国产电视剧 《甄嬛传》的改编播放权 76级的《甄嬛传》被剪辑为 每集一小时 共6级的电视剧 一直以来 由于文化差异的原因 国产电视剧只是在亚太地区有一定影响 环珠格格 西游记 新白娘子传奇等 很少推向欧美市场 这次版权交易 是中国电视剧历史上史无前例的 被称为白宫版《甄嬛传》的纸牌屋 则将2013年的奇迹延续到了2014年 2014年2月14号 纸牌屋第二季上线前 引发中国视频网站 争夺独播权的争夺战 最终一家获得独家网络播放权 一家获得独家电视播放权 就是在这个版权的争执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背景 我们不能忽略 就是咱们国内的这个影视剧 它的原创能力不如国外 那么强 反正要抗日就都抗日 要谍战就都谍战 要这个恭维就都恭维 所以老外觉得买一个就得买了200个 对 版权交易对一个行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东西 就打个比方说 以前一段像那个编剧王海玲老师提到过 说一个好的电视剧 比如我卖给你电视台了 你播十回八回 我们都没有一分钱跟我们演员编剧导演有关系了 但是一本书存在版加印 是不是得给原作者钱 这版税是不是这么讲的 所以说电视台呀 现在钱挣得太多了 回录给源头太少了 生产者太少了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 我们就得接着谋生写很烂的戏 所以说这方面我觉得是个特别值得深思这个问题 咱们国家可以算是电视剧的生产大国 世界第一了 但是我们不能算强国 也不算销售大国 对 好像说有一半我们都没看着 而且我们的出口的版权的贸易 比例占得非常小 但是有那么多人都觉得电视剧电影是挺简单的一件事 他们都愿意投钱 最后死得很惨 大量的投资人 他只看到金字塔尖闪耀的挣钱那一方 大量就被埋在底下 大量被埋在底下 他不知道 他不是想金字塔那么高 那底下是什么 那就是另外一个你 来自星星的你 被垫在底下的 这个道理说得非常好 我们今天谈了更多的影视剧当中的著作权的问题 但是你看 由于著作权保护当中的诸多问题 它会导致我们最后看到的呈现出来的产品 它良有不齐 如果我们想看到更多的金字塔尖上闪闪发光的这些剧 这些电影 这些明星 我们更应该注重这其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让每一个源头活水 它有持续发展的能力 那今后我们这个闪闪发光的这个东西 这个塔尖上的东西 才能继续引人瞩目 感谢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道德观察 明天我们继续跟您聊聊知识产权保护的话题 好 观众朋友明天见